李全合律師 他就拿了這個十四梗 叮一下翁曉玲 翁曉玲實在是 實在是有到誰去遇到李全合 然後一叮下去之後 翁曉玲也不知道說什麼 重點是 還有人拿陳春生大法官的解釋 拿來引用 對 就一公 所以今天翁曉玲算是這一場裡頭 被關注 被針對比較慘的 那第二個當然吳宗憲 吳宗憲今天表現是全場最好的 全場最好 不是全場 是他們的 沒有 因為他今天 比給他評價太高了 因為他今天什麼話都沒講 就沒有出包 所以就是今天沒有被扣分 夜慶曉玲要講的 韓國參把夜慶曉制止 我講就好 你差什麼座 意思就是說 夜慶曉玲你也沒比我還要 現在是可以插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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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專家非常的humor 那個今天七月到了 這個湘西感思那個 他還帶一個符咒 可是因為他帶歪歪 那條符咒就不好 要帶這裡就能帶歪一邊 這因為結合了十四梗 所以大家一聽就非常的有印象 而且昨天翁曉玲這個事情 才吵得沸沸揚揚 今天還繼續 而且憲法法庭之前 大家要問翁曉玲說 你到底有沒有搞錯 你那句話講的是對的嗎 這個其實爭議還在延燒 那我們看到李權和律師 他其實有出示一張圖 這張圖上面是 鑑定人跟法庭的這些 關心的朋友 他們的意見整理的製表 那打差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這個是有違反憲法 但打勾代表何憲 那目前呢 這個通篇的表格上面 沒有看到打勾 大家都覺得是有違憲的 這可以討論 因為黃國昌公 來啊 來憲法大辯論 但是我們看 李律拿出來的這個東西 是有一個憑據在的 黃國昌拿的是什麼 綠能 你不能 他拿的是標語 他拿的不是實質的那一些細節 根據啊 不是講法律語言 那川哥你也看了整個 上半天的精華 你幫我們來做重點部分 今天上半天大家體力比較好 所以講話都比較大聲 到阿波大家就都比較安靜 可能有人想要睡了 所以今天下午的衝突 就變比較少了 今天早上有幾個亮點 剛剛講這個全核 全核歐霸 這個李全核律師 他就拿了這個十四梗 召一下翁晓琳 翁晓琳實在是 實在是有到誰去遇到李全核 然後一召下去之後 翁晓琳也不知道說什麼 重點是 還有人拿陳春生大法官的解釋 拿來引用 所以今天翁晓琳算是這一場裡頭 被關注 被針對比較慘的 那第二個當然吳宗憲 吳宗憲今天表現是全場最好的 全場最好 不是全場 是他們的 沒有 因為他今天 比給他評價太高了 因為他今天什麼話都沒講 就沒有出包 所以就是今天沒有被扣分 今天吳宗憲 你今天看得不夠認真 因為我看到他講這個 我有嚇到 這個是吳宗憲整理出來的一個 他有PowerPoint 就會在鏡面上呈現 他說五權憲法 你可以想像 就是 五條狗 對啦 五條狗 我們權力就是要分開 就是五條狗 就是五個權力的意思 然後呢 這個五條狗 狗去咬狗 他是引用湯德宗教授 可是重點是什麼 重點其實是說 五條狗他有制衡 他會制衡 那但是呢 如果說一條狗出現 青蛇黃狗 他把其他狗都吃光的話 我跟你講 明天大概就吃你了 這話講超好的 他是不是在修理他們自己 因為今天大法官有特別指定一條 要吳宗憲回答 可是被葉慶元搶打 那今天另外一個特別是葉慶元 葉慶元因為他比較看起來 比較個人英雄主義 沒有團隊精神 因為他是後來加入的 對 他算救援的 就是在牛朋友鏈頭 上來救援的 那他上來救援呢 今天就是黃國昌 被訂到一體的時候 黃國昌 郵播講不是說 等一下你講那麼久 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嗎 對 然後呢 因為現在剩下兩分半 我先跟你講 我問的是什麼 然後他講到 講了大概30秒之後 郵播講說 你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然後這個 黃國昌說 我有回答了 我有回答是你聽不懂 什麼時候 然後接下來 翁曉玲就要搶答 葉慶也要搶答 黃國昌把葉慶也制止 我講就好 你差什麼 意思就是說 葉慶元 你也沒逼我 可是今天我覺得 葉慶元算表現不錯 因為他今天 負責開啟戰火了 他今天呢 這個講的一些論述 尤其是針對這一個 所謂的國情報告 他直接定義國情報告 就是質詢 他直接定義就是質詢 他的定義跟黃國昌的定義 完全不一樣 因為黃國昌後來他們有改嘛 改成說這個什麼 要多少人來質詢 然後多久回答 黨團一起回答 黨團問完回答 還是怎麼樣怎麼樣 民眾黨是有空間的 各位記得那個修法過程 民眾黨說這個領剛 來朝野協商來喬 可是葉慶元就直接告訴大家說 這個不對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質詢的這一個過程 他去解釋那個得 就是說這個立法院 得邀請總統做國情報告 他來解釋那個得 他說他得邀請 所以總統也要來 他的邏輯是這樣子 那位到黃國昌 黃國昌今天 他們這一隊比較 我是評估這一隊比較可憐 因為他們要講比較多 因為上次黃國昌說他們講很少 對 結果這一次他們要講很多 他們講的數量 必須是另外一隊的四倍 因為另外一隊有四組人 所以他們後面很多空位 就是立法院這一組 立法院奇怪 立法院今天去三位立法委員 後面都沒有朋友 都沒有人到三天 這個民進黨這一邊 除了這個柯總召 這個吳石瑤跟這個中嘉賓 坐在前面 沈柏洋也坐在後面 所以他們那邊看那個位置 這邊是滿的 然後國民黨那邊是 後面是空的 跟這段 可是黃國昌一出現 他就拿了這一張 綠能你不能 我以為是要講光電弊案 什麼綠能你不能 才是摧毀台灣的自由民主 可是這跟今天沒有關係 他是放錯投影片 他說是放錯 然後沒有輪到他講話的時候 他的手就標準這樣 對 他就這樣 對 我覺得很特別 他肩膀不太協調 然後他嘴巴這樣 就這樣 然後頭一直抖 然後嘴巴一直動 你真的是模仿天王 對 然後他的腳其實在抖 是喔 他坐下來的腳就是一直抖 顯示他的焦躁不安 然後他又很想要表達 可是我覺得他還是那種避逆群雄 因為他長得比較高 他就覺得旁邊那幾個隊友 你們這到底是都在說什麼的 這一種感覺 但是今天每一個法官 這個法官很厲害 還有一個董寶城那一個專家 對 那個專家非常的humor 那個今天七月到了 這個湘西幹事有沒有 他還帶一個幅座 可是因為他帶歪歪 那個幅座就不好 要帶這裡就能帶歪一邊 他貼很多張 他貼好幾張 一直貼在他額頭上 這個很像義大利國旗 然後這邊貼了一個黃色便條紙 他以前當過考選部長 他是負責國家考試 所以大家都說今天你是不是在這個刷寶 然後他 他到底是在表13米 他貼那個便條紙 在我們現在鏡面上呈現 他貼那個便條紙 一直貼在他額頭上 然後他把它拆下來 他說違憲要不用說明 一眼就看到好像寫在臉上 這有一次的視線文的裡面 大意是這樣寫 就是說如果這個是非常明顯的錯誤 明顯的違憲 其實不用掉那麼多 顯而易見 不用掉那麼多資料來 有些有點類似寫在臉上 所以他就把說寫在臉上 那個便條紙就把它貼在上面 他另外一個耍了一個寶 就是有一個大法官在問 不知道問什麼事情 然後他就說 你剛剛有提到我的名字 我可不可以回答 然後大法官說 我剛剛沒有call in你 我沒有call in你 你後面還有機會 所以今天其實早上是比較精彩 那下午的這一個辯論庭 看起來就比較單調 可能大家就 可能就比較累了 不過今天 所有大法官問的問題 兩邊都有刀 他也有刀率 這個申請人這一邊 就在講說這一個就是關於就是沒有 就虛偽陳述 就剛剛就三點三點多了 再講一題虛偽陳述 他說虛偽陳述 你如果賣這個商品 你賣這個商品 然後吹牛說這個有多好多好 那這個是刑法第幾條 那另外一個就是這一次 藐視國會這個虛偽陳述 你們是用第幾條 然後他當場要這個專家 就是裡頭的一個專家說 因為那個法務部的次長 問說來 你剛剛說要用這一條 你為什麼不用這一條 這個其實在現場 好像在考試 你要馬上知道 為什麼用這一條不用這一條 所以今天下午是看起來是 比較專業的這一個辯論